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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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着蛋液的吐司 放进油锅中 子子作响 炸到金黄起锅 淋上香港糖浆和奶油 就是道地的西多士 乌影仪 拿手菜 还有这道少见的 砂琴牛肉泡面 路获不少林里的芳心 那慢慢再加一个 比较有特色的港式的餐点 在台湾 在店裡面 就是讓客人可以知道 那個真的道地的港式的味道 撒點牛肉麵 這是一套的 2021年8月 吳穎儀和先生陳紹棠 決定從香港移居到台灣 選擇在台中開咖啡廳 當作竹夢的起點 過來台灣的時候 應該是疫情最嚴重 是我們還要分開隔離 實施假期還有戴口罩一整天 還有之後要找到店面 江修的時候也不容易 江修開店的時候 最差的疫情最嚴重 我們試過一天只賣了一杯咖啡 還好都現在都過去了 走過最艱困的時候 有各界人士給予的支持和溫暖 吳穎儀傳頂這份愛 並融合編織興趣 給更多需要的人 因為送出去的時候 就是因為想把溫暖分給 其他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通常會挑一些 比較保暖一點的 還有那個材質 我會比較喜歡比較油軟 油軟一點的 牆上滿滿的感謝狀 吳穎儀預計2024年底 要捐贈給弱勢團體 吳百鼎瘦座茅 要達成目標不能有鬆懈 我說不行啦 你明天還要備料喔 早一點睡 直接關我的燈 就說那我怎麼辦 快點睡 我說好躺下來之後 發現我一直都睡不好 一直在腦上面 嗯怎麼配什麼顏色比較好 哪一個還差一點點的 坐著坐著玩 一直一直躺著 都沒有好好的睡著 之後第二天的早上 我就聽著那個黑眼圈 吳穎儀在最喜愛的台灣 實現咖啡廳創業 並且享受編織樂趣 她和先生的夢想人生 已完成最後一塊拼圖